为了今次的艺术教育对谈识,我得到全黑的装束,带大家去到后台,看一些后台特别的装置 今次就会游到这个舞台及製造艺术学院的制作科艺设计系的高级讲师陈仲奇,带我们去到剧院的后台那里,看一些特别的舞台的装置,怎样制造舞台的效果 Kent,不如你又介绍一下你在香港艺术学院的工作或者你的职位是什么呢 我的名字是Senior Lecturer,就是负责技术指导的 我最主要的责任就是要负责训练所有学生成为一个台上高的技术指导员 至于TED技术指导,他就负责台上高所有技术的范畴,所有技术的统筹 里面就包括灯光,音响,这两个最经常见到的东西 当然还有其他的,你们见不到的东西,包括一些台上高的特技 特别效果,或者其他,甚至乎在有个乐池 就是演唱片里面所发生的东西,都是属于我们的管理范围 第一样,就是你们的工作要做一个统筹 其他不同的一些设计师,他们要求需要在台上做一些效果,你们要一个统筹 第二样,你要想一下,究竟有什么特别的装置,你要想一些技术出来 就是满足到他们的要求,做到那个效果 我们由最早期的制作,就是包括了设计师有个图出现了 布景设计,接着我们怎样去将它去演绎成一件真实品 我们要给这个设计人听,其实你有一件可能太大,太小,甚至乎有些东西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时间,有灯光设计师,有音响设计师 大家都很想去一些地方做出他们,挂他们的器材出来 但是作为我们的技术指导,我们告诉你,其实有些地方你不可以这样做 有些地方不可以这样做,作为一个交通上的安排 就是一个统筹,大家都知道怎么做 然后将所有不同设计师的要求,的要求,我们将它放在台面上,进程发挥 那会不会有些特别的效果,你需要去做的呢 比如一些舞台上的特别的机关,装置 有机关,所有机关,通常都是我们负责的 那现在,例如我们现在做30周年的唇翰机里面,我们就会有一个跌步的效果 跌跌的效果,其实在舞台上,尤其是香港里面都挺普遍的 那发布也很大,因为演出,我知道是在音乐学院最大的剧院,即是歌剧院里面做 那发布,你想像到差不多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 对,没错,没错 于是我们就将效果搬到台上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在我们的角度上高,我们都有彩排 因为除了演员要彩排之外,我们的技术上都有彩排 因为这个跌步的效果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一幅跌下来,而是有角度跌下来之外 最重要的是去一边,即是要洗走那块布,因为那场戏要上演 没错 Kent,现在收到照片,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装置 就是刚才你说的,用来做一个叫Kapiki Drop的效果 跌步效果,是的 但你看到结构也挺有趣的 因为我看到这个隔铁架是很本土的,以前家里,用来扣起一些东西 这些隔铁架是非常有香港的本土色彩的融合 其实这个跌步,我们的Kapuki就有很多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一个今次所应用的方法 你看到首先就是有角铁 这个角铁就一来,我们用了本身角铁有的好处 好处就是上高有很多不同的开口 这个是什么好处呢 因为在一块布的上高,我们有打了很多孔 于是我们就利用它本身存在的空间 我们就可以调调到这个距离了 第二样东西,我们就加入了很本土色彩的 就是这个旁边也有一块,这个是电磁铁 你见到,这个电磁铁,你见到就是一块电 要给电它,它才会黏在一起 那为什么我这么本土色彩呢 就是大家很多大厦下面的大门,管理员开门给你 现在很流行的了 基本上是道道门都差不多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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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跟着见到就是这两个套 这两个套就会在现场,我们就会挂在 剧场上高的那条铁铁那里 那些布就会在那里掉下去 打开了,你还见到这个门教也是 没错 没错 整件事由制造过程都是由我们学生一手包办的 那我们就跟其他部份有很不同的形式 就是灯光部,音响部那些,他们的器材 其实打开一本catalog就会买到的 而相反,我们很多时候要用的东西是现实不存在的 我们很多时候就要靠我们眼看到,身边见到很多不同事物 再把它组合而成的 这个已经有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在歌剧院里面的范围都很阔的 那台面就会有很多这些不同的东西 没错 没错,我们制造了大约十二组 我们就将它在同一条巴上分布了 放在一起 就再将它我们叫做首牵手,用垫上去连在一起 根本就很简单 可以吃到你一样的吗? 可以吃到六个东西 好痰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